强论某新闻触及你灵魂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来聊聊什么是医学 医学是一种由刘仲敬俗称阿姨提出的独特学说 要理解这个概念 我们得先了解阿姨的作品 她不仅出版了一些书 还在网上发表了不少博客和访谈内容 把这些内容加起来 就构成了所谓的医学理论 我们可以把医学简单概括如下 你认为你的人生是你自己掌握着 但客观来看 你的人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爷爷当年做了什么事情 比如你爷爷如果不是农民 而是资本家军官或者组长 你今天在中国的社会地位肯定是不一样的 你赚钱的方式也肯定是不一样的 这种现象在医学中称为祖父学 然后阿姨就给你举很多官方历史课本拒绝纳入的例子 证明上面这种现象的真实普遍存在 然后你会恍然大悟感叹官方之险恶用心 然后你就会问既然祖父这么重要 那么我的祖父的祖父的祖父是什么人呀 医学会告诉你 中国人历史上一直是做降鲁 而外族人一直是做统治者 这种关系在秦朝大概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 降鲁的生活是不可能过得比统治者优越的 这就好比家猪虽然不像野猪那样需要到处找东西吃 但家猪通常是不敢攻击自己的主人 也不可能过得比自己的主人优越的 阿姨会告诉你 历史上的中国人是怎么互相食用的 怎么被成军屠杀的 怎么被做成家具的 怎么被当成燃料的 又譬如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工程技术 都是怎么从统治者所在的地区 比如伊朗或者印度 随着统治者的殖民通过一带一路传到中国内地的 最后这些技术在中国内地传承的过程中逐渐退化 造成包括今天在内的世界文明的劣质产品 这种现象 医学称为瓦房电学 然后你把阿姨说的话 跟今天发生在中国人身上的各种天灾人祸一对比 发现居然都是理所当然 于是你再也不想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了 接下来你最关心的当然是 我已经是降鲁了 从降鲁怎么升级为统治者呢 阿姨就会告诉你 降鲁的主要缺点是缺乏武德 如果你想升级为统治者 你先要学会杀人提高武德 杀人听起来很极端 但是你会发现 今天那些令人羡慕的发达国家 共同特点基本上都是历史上极其善于杀人 比如瑞士 美国 英国 日本 德国 1989年在天安门示威的那些人 嘴上要求民主和自由 但是武德几乎为零 所以必然失败 就像焚书坑儒一样 不过是历史的重复 这些希望和平演变着的中国人 以学统称温和派中国人 医学认为 你在这个社会上所能够取得的权力 是跟你的武力水平成正比的 武德不足的人 是不可能获得太多权力着 所以温和派中国人是没有出路的 那么你要怎么提高杀人 取得政治权力 保护自己和家人的能力呢 首先你要建立组织 你和你的亲人 你的家族 你的民族 要能够组织起来 形成战斗力 而不能是一盘散沙 比如你把一支步枪送给你的弟弟 你的弟弟应该把这支枪保管好 而不是跑到派出所举报你 要建立具有生命力 能够繁衍增长的组织 医学称为提升秩序或组织度 你需要很多种方法来确保 跑到派出所举报你的情况不会发生 比如血缘关系 宗教信仰 除此之外 你还需要借助各种通讯技术 来协调组织的运作 最关键的是 你要在组织内部能够执法 比如谁跟派出所的警察勾结 谁就被拉到小山坡后面枪壁 诸如此类 而中国政府 包括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事情 就是防止你形成战斗力 禁枪 切断你的血缘关系 搞计划生育 禁止你拥有宗教信仰 迫害基督徒 穆斯林 禁止你自由通讯 微信监控 同时大力鼓励你到派出所 举报自己的家人 文革 打黑除恶 中国政府阻止人们联合起来形成组织 确保了中国极权制度的稳定 这种做法在医学里称为原子化 或者叫散杀化 而中国人就是原子化了的人 在原子化的散杀社会中 由于人没有组织 所以就没有信用 就互相欺骗 互相伤害 遇到麻烦的时候就跪地求饶 遇到灾难的时候就死无葬身之地 中国的一切悲剧的源头 借在于此 因为社会已经成为了散杀 于是加入共产党跟组织走 就显得非常具有吸引力 党就通过这种方式 从中国人身上不断吸血补充自己 但是中国撤这种原子化普玩法 近年来已经越来越难了 让人喘不过气了 这是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壮大 中国必然要向世界输出它的 副秩序和副祖之舵 最终遭到世界主流秩序的抵制 以血统称为排华 后果包括贸易战抓间谍 乃至大陆人与狗不得入内 如果原子化程度再继续增加下去 后果就是秩序的集体崩溃 中国将陷入一片混乱 以学界用宗教概念称这种现象为大洪水 大洪水的到来 中国秩序瓦解后 有枪的人崛起建国形成个邦国 新的联邦称为诸夏 没有枪的人被大批屠杀 人口死亡率无法想象 最终某的是建国还是沦为张县中地区 取决于很多具体因素 想要建国的诸夏爱国者们 要学会与共产党 中国人周旋斗争 保存提升实力 等待关键时刻进攻 建国成功后 可以抢当产 分党位享受72个女少先队员等等 所以诸位一定要提高自己的武德才行 讲到这里 有的同学听了觉得非常认同 这些同学就会自己去找刘仲敬的作品来看 但是有的同学听了就会嗤之以鼻 因为如果真的按照刘仲敬所说 官方通过删改历史 在课本上提供阉割版本的叙事 为大家洗脑赚大家的钱 那么你刘仲敬难道就不能通过删改历史 在互联网上提供另一种阉割版本的叙事 为大家洗脑赚大家的钱吗 这是医学世界观的一个弱点 由于医学世界观是基于医学版本的历史叙事的 而历史是一个混乱模糊的东西 很多真相考证起来有很大的困难 造假也不容易被发现 所以虽然医学的方法论非常精彩 有什么比杀共产党更精彩呢 对吧 吸引了相当数量的粉丝 但是医学的世界观 对严谨思维者的说服能力一直比较弱 网上提粉和提黑同时存在 而且背景往往是同一批人 也证明了这一点 凡历史 帝人说地球是圆的而不是平的 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 已经取得了相当广泛的共识 偶有争执 大家也是当笑话来看 要证明地球不是平的 只需要测量一下不同纬度地区 太阳的高度变化就可以了 医学和帝人说最大的区别 就在于医学不是科学 观众没有办法证伪 也就没有办法证实 因此 虽然我是刘仲敬的忠实读者 但相比医学 我更加推崇的学科是行为生物学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我觉得医学是非常好的 只不过我认为 医学应该和行为生物学 放在一起欣赏 行为生物学讲的是 由于生物有很多共同的特点 比如说需要繁衍 需要进食 或者说需要抢夺资源 所以虽然地球上的生物 是千奇百怪的 但是各种生物的各种行为 在逻辑上往往是一致的 比如说性行为 比如说保护自己的亲人 比如说社交的规则 诸如此类 在行为生物学的框架下 我们可以提很多问题 比如说人类近亲繁殖 会增加罹患遗传病的几率 因此 人类肯定要通过某种方式来识别 谁是自己的亲妹妹 是通过激素 通过人脸识别 还是通过什么呢 行为生物学就会设计相应的实验 来寻找答案 比如说把亲兄妹分离之后 在不同的环境长大 互相能不能产生好感 把不是亲兄妹子的两个孩子 放在一起养育 他们长大后 互相能不能产生好感 实验数据就会给出答案 然后根据实验数据 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 具体这个识别机制 是怎么实现的 然后类似的机制 在别的动物中也存在 但是别的动物的实现方式 跟人类可能是有区别的 而这种区别的原因 也可以在行为生物学的框架下 通过实验找到答案 推广出去 对于人类社会的很多现象 比如说组织 信任 牺牲 行为生物学也能给出相应的解释 这个方面和医学最大的区别就是 行为生物学讲究实证 因此可信度更高 读起来更踏实 读者不需要怀疑一个现象的存在 究竟是真的存在 还是刘仲敬引用的那个作者撒了谎 用行为生物学去预测人类社会的一些现象 会更有把握 相比之下 医学更擅长于解释 但用于预测值的能力比较弱 这不是医学的缺点 因为医学为了吸引读者 必然会在合适的地方做艺术夸张 当然 正因为行为生物学属于科学 所以它更加晦涩 你高中生物多少分呀 没有医学那么平易近人 但对于那些能够坚持看下去的人 行为生物学是非常精彩 不容错过的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 订阅本频道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收到更新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